如果不遇到周先生 我也会很有钱 因为我有赚钱的人力 但是因为遇到了周先生 我觉得我不再和别人的 普通的人生一样 因为我知道了生命的意义 因为我知道了修行的意义 因为我知道我为什么而存在 因为我知道了 原来人生的修行里面 我们是要从下山道修到上山道 甚至再修到天能道 所以我很庆幸 我不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我也不是只是一个会赚钱的人 我成了一个有肉体 有灵魂的合一的生物 我成了我自己真正生命 开始属于我自己 我以前没有遇到他之前 包含在最早期新思想的时代里面 我说一句话 新思想早期能做起来 我懂商业 我销售做到第一 我管理做到第一 所以我觉得很牛逼 我在一度开始的时候 我有一种错误的认知 我觉得周先生的成功 90%跟我是有关系的 因为在当年 把他从民宅里面辅佐 辅佐上道的时候 我觉得销售是我做的 市场是我做的 甚至渠道也是我总和的 然后等到大概过来三四年以后 我觉得周先生是真有本事 自己能够立得住来 以及有一些东西 根本不需要我去做的时候 我觉得我还在幕后辅佐他 我觉得他的功劳 百分之有五十是我的 再过到四年以后 我开始跟着他学习 我成为他更好的合作搭档 我们更好的去融合 但是我没有做得到一个身份 属于他 真正属于他的学生 所以那个时候 我有一种什么样错误的感觉 我会觉得 周先生你哪里还可以做得更好 我更多的除了量自己 去落地他的课 进行出来 我更多的也有一种 不是像你们做学生一样的量老师 我觉得我是作为合作搭档一样的 在促进他更好的去成长 所以周先生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一般的人遇到了 这个炼丹奴里面 他说肯定会被炼化了 没想到 遇到了我这个炼丹奴的时候 他的毅力太顽强 他炼出了火眼睛睛 所以他称之为 他老婆对他的挑剔指责 以及在某个时间段的磨练 称之为雕佛的过程 他说因为任何成佛的人 都要经历千刀万剐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想送给大家一句话 如果你的生命里面 要经历千刀万剐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记住 你的生命应该更有意义 你的生命里面应该更有寓意 这首歌我每一次听必哭 没有一次例外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首歌是我 第一次上周文强老师的游学课程 在西安 没有上王导之道之前 我的认知就是我比你牛逼 我能力比你强 我管理比你高 我最开始比你会赚钱 你当年是个穷小子 我辅助你 你才有了大成功 我就是这样的认知 甚至在上王导之道之前 我一度要跟他离婚 最少一百次以上 我觉得你有一天 你很成功呢 我也把你辅助成功呢 我觉得我真的忘父了 但是忘了你 为什么没有忘我自己 我的家庭好像越来越不幸福 因为你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学生 我把时间给了你 给了企业 帮你把企业做大 然后帮你护好 保驾护航 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待遇 其实你们以为 我跟你们讲的爱的三重境界 是讲给你们听的不是 我每一次站在台上讲课的时候 我都觉得是讲给我自己听的 因为最开始从索取的爱 进入到交换爱的人就是我 谈恋爱的四年 他永远只能道歉 如果他不道歉 我们的恋爱关系就已经结束了 我一直活在索取的爱里面 因为他跟我说 老婆永远是对的 老婆如果不对 请参照第一条 我相信了 我觉得这就是承诺 这就是你对于我 坚定了你人品 唯一的挑战 如果不是 你就不对信你的话 你就是个骗子 我永远在用一句承诺 去量他所有的人生 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我开始去进入 我觉得我是你很好的合作搭档 我指出来你哪里不好 是因为我想让你成长 我本以为我为你好事 他也真的越来越好 周先生最大的极致 就是他改错 真的是世界第一名 其实他 我让他再不痛快 但是我讲的很多东西也是对的 他一定会去改 但是我会发现 最大的后遗症 是因为我不会好好说话 我永远不是肯定他 你哪里可以做得更好 或者哪里已经很好 我永远在修圣他 你哪里不好 还要做得更好 所以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老婆你知道吗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给我提 这种建议乃至于意见 但是作为我的 整边的你来提的时候 我的那些世界的触动 他说我无法形容 我没有办法 因为你所有像长蚌刺的挑剔我 都对我整个人生 所以我经常这么讲 周先生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人生啊 你遇到的困难 挫折即轨道 你只要被什么东西影响过 被什么东西疗愈过 可能那个东西就是影响你终身 让你见到光的地方 我在婚姻最痛苦的时候 我去上了两性关系课 我去看了很多两性关系的书籍 我去学习婚姻是怎么净确的经验 但是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 从索取的爱 进入到交换的爱 所以我会跟我的老师说一句话 我说老师为什么我上了课 但是我觉得不够那么有用 我为什么总觉得他不够爱我 我的老师永远只跟我回答一句话 那你就去爱他 我说老师你听不懂 是他不够爱我 老师只说你去爱他 我说你听不懂 是他不爱我 老师不解释 你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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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上的终极答案就是 你所匮乏的任何一部分 都是因为你的爱不够 都是因为你的背后藏着交换 或者是藏着牺牲式的付出 或者是藏着无底线的放纵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后果一定不好 一定没有平衡之道 而我真正蛻变 不但是因为我学夫妻关系学好了 是我去上了我先生的王者之道 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它出自于西游祥母 它讲的是唐僧和段小姐的故事 唐僧一味的要西天取经取得真经 一味的要读世界所有的人 所以当段小姐爱他的时候 其实唐僧是有爱的 唐僧说他不爱 直到段小姐被孙悟空打死 那一刻唐僧醒悟过来 发现大爱是爱小爱也是爱 周先生很大的改变 不是讲的那堂课让我彻底的醒来 周先生就是看了西游祥母的电影 他突然意识得到 当他觉得中国梦装的 对中国人所有的影响的时候 当他觉得想让更多的人开悟觉醒 想让更多的人能够生命得到力量的时候 想帮助世人普及财富自由的时候 想让财商成为普世之学的时候 他忘记了 其实他连身边的人都没读 我在那里特别希望他关爱我 而他忙得没有时间关爱我 而我用他没有时间忙得关爱我的时间 我在对抗 我在报复 我在两相互伤害 他看了那个电影后 他对我人生的蜕变很大 那种蜕变是什么 那种蜕变就是告诉我说 老婆我很爱你 我真的很爱你 所以在我的世界观里面 如果有的选择 他说我不会跟你离婚 这辈子只要你不提出来 我周温强这辈子必生死相隐 我一定要做得到当年你选择我的时候 当年你还是白富美的时候 当年所有的同事都认为我是骗子的时候 我要用事实来证明给所有人看 你没有选择我错 我是值得你托付 我是值得你依靠的 只是老婆我们真的需要学习一下 我们进入婚姻呢 我们是只有了结婚证 还是我们有了结婚的上岗证 我们是否懂夫妻之间的正确相处方式 然后他又跟我说了一点 他说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不觉醒的时候 你的婚姻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发现惊奇的一致 我爸妈的婚姻遇到问题 我弟弟的婚姻遇到问题 然后我们所有的学生 我看见了到处都是遇到问题的人 那个时候我开始学习 我开始受我先生启发 他说一句话 他说如果你被什么伤害过 你那么厉害的人 你在这里面立不起来 可能这个就是你的轨道 我以前是不讲课的 我讲过销售 讲过管理 讲过营销 我只是为了给内部去做培训 但是我并没有把自己 当成一个老师 在台上讲课的方式 定位为我是哪个学科的老师 直到我遇到了幸福关系 直到我开始真真真正正 从自我量自己开始 以关系录道 直到我开始上文王子知道 我第一次认可到了一个词 对于一个男人的力量 到底有多强大 这个激发一个男人 引爆一个男人 能够去让这个男人 充满力量 征服天下来 获得给这个女人的 就两个字叫做崇拜 我第一次对于我先生 有了无与隆比的崇拜 第二个是 我上到了加拿大的规律 上到加拿大规律的时候 又有一首歌 这一首歌叫做 《遥远的路程》 在这首《遥远的路程》里面 师傅跟我们放出来的时候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们和歌词临在 我读到了《遥远的路程》 我突然发现 这么多年 我本以为 我对我先生的帮助很大 我觉得他的成功 跟我有关系 直到我上亡 加拿大的规律 14天的时间 当我与遥远的路程 去共生的时候 去感受这首歌词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实际上周温强老师 一点都没有说错 他说 我的修位也挺高 他说你一出生 对吧 你内在也很善良 你也很懂得有一些东西 你也特别有原则 但是有时候 你确实会刀着嘴 去伤害别人 他说 所以你生活在阿修罗道里面 然后 那一次听课 我终于听懂了 原来贪嗔痴慢疑都是我 原来贪嗔痴慢疑 代表的不是唐僧 师徒五人取经 唐僧代表着疑 孙悟空代表着嗔 而沙和尚代表着痴 猪八戒代表着贪 然后白龙马代表着傲 贪嗔痴慢疑 是他们师徒五人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这五个人身上的特质 我身上全都有 原来贪嗔痴慢疑 是我一个人 原来是我没有搞懂 我在做教育的这条路上 到底我的出发点是什么 我以前觉得 我一直做好教育 一直把新思想做好 一直辅助周先生 把慧珍做好 仅仅只是因为 我是一个忘腹的女人 一个女人 就是要把这老公 辅佐的大臣 这才是对我 但是我忽略了 我的意义是什么 我的死命是什么 我这辈子来到这个地球上 我的修行功课是什么 原来我发现 我就是要修成 自己更好的人 我不管遇到谁 都是为了把我自己修得更好 我第一次对我先生 有了两个字 我有了 我不是跪拜了我先生 我是五体投地的 趴在了地板上 有几分钟 我根本没有起来 我一直在那里哭 一直在那里忏悔 一直在那里觉得 我伤害了一个 是我如命的人 我伤害了一个 对我不抛弃不放弃的人 我伤害了一个 一直守护我 但是我不断 无限的 无底线的捉的人 而那首歌 《遥远的路程》 我想告诉大家 那一刻 我生命真真正正 我发现 我不再追求物质体 我不再追求企业记忆 我把自己真正正 改了一个身份 那一刻我做了一个决题 杨玥南 从今天开始 你记得在企业记忆里面 你不是他的搭档 记得从今天开始 你不再是他老婆的身份 我把自己真正定义为一个学生 所以很多人经常问我说 包括我的助理 今天都问我说 师母我问你一个问题 周老师 所有的课 你几乎都会上 有一些内容会讲的一样 你为什么每一次都用心地听 我跟他讲的原话是 因为我以前 只是听懂了那个知识 我今天悟到了那个真相和真理 我说因为以前 我会量老师 哪里还可以讲得更好 我在当裁判 而我今天会量我自己 老师讲的东西 跟我做的东西之间的差距是什么 我应该如何提升我自己 我记得师父在研究道德经的时候 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们要学习的不仅只是道德经 更要学习老子是一掌声 怎么写出道德经呢 而我在落地师父的东西的时候 我又悟到了另外一句话 如果我都不能读懂道德经是什么 我凭什么研究出来 老子是怎么写出道德经的 如果我都不能借行出来 老师讲的东西 我做到没有 去量我自己 去借行的更好 我凭什么在那里 指指点点 老师这里讲的好 那里讲的不好 最没有资格的就是我 2020年疫情开始了 疫情开始的时候很难 我们所有的学生也很难 我们没有像这样子开财道课 我们开的第一场课 是财商导师班密信课 我们告诉所有的学生 旗舰下天山 那旗舰是什么 让大家做好抗议的准备 在这里面一定要做波商 周文强老师分析了全球的局势 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真正进入到 色控双修的心灵成长 生命成长 在最难的时候 2020年11月份的时候 我们又去到了西藏游学 西藏游学的时候 有一个声音告诉周先生说 去了那里一定会有无限的彩蛋 一定能够帮助很多学生 当场此刻醒来 我到今天依然觉得 西藏游学就是为我一个人而开的